大家好,歡迎收看親子燈籠交功課 其實系列名字是開玩笑的,在Eric 心目中做燈籠並不是為了交功課可悲 其實Eric 是希望可以推廣自己做燈籠的文化 每年中秋節每個人都花少少時間做一個燈籠 然後拿出街,大家開開心心帶著自己喜歡的燈籠去街上慶祝中秋節 這才是我最終的目標 在我們繼續之前,我想花少少時間介紹一下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包含了很多東西,包括蘋果電腦的改造 一些電子工程 中秋燈籠教學 玩具和電子器材的review 遙控車,遙控船 紫毛型 牛仔服飾 還有一個比較新的題目 就是聖地巡禮 我這些題目,有一些是用中文,有一些是英文 但我盡量加了中文、英文和日文的 subtitle 如果你們看過,覺得喜歡的話,請按個讚 如果你們覺得很多影片都適合心水 請訂閱我,謝謝你們 請觀看,看看C Kathy 現在看見,現在桌上有幾隻Eric 之前做過的燈籠 即可不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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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在YouTube找到親子燈籠交功課 或是Chinese Lantern DIY 都會找到Eric之前的作品 包括台頭上面這幾隻 大家如果將來做了什麼燈籠 都希望你們放上YouTube 讓大家有一個燈籠的資料庫 做什麼卡通人物的話 上YouTube都可以找到一些教學 就非常之好 今年Eric做了三個燈籠 其中一隻就是這個 大家一看都知道是什麼 但各位未必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Eric以前以為他是叫龜 或者叫菇 總之他是一隻Super Mario的人物 怪獸一出場就被Mario踩扁 最近玩Paper Mario 才知道原來這隻有個名字 叫做律寶寶 就不是馮寶寶 或是喬寶寶 在Paper Mario裡面 整個燈籠的造型 我覺得挺有趣的 於是我們就照版煮碗 做一個差不多一樣 就未必是一樣的 就做出來了 現在這個燈籠做好了 都放在台頭 我拿近一點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的 其實做這個律寶寶 都不太困難 就這樣看 你都可以看到 它是由四塊零件組成的 頭就像一個飯糰一樣 但記住要貼上兩條眼尾 側面 至於它的身體 其實是一個橢圓形 只不過是把上面的頭部 陷入了頭部 而兩隻腳都是橢圓形 然後用鐵線把四塊東西 繞在一起 這樣就完成了 做好燈籠之後 就在上面貼袖子 用皺紙的好處 就是它做完出來 有一個和紙的質感 很有日本的感覺 但如果你不用皺紙的話 你用妾紙的顏色紙也可以 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做完出來 會堅固一點 這個尺寸的燈籠 其實我只不過在裡面 裝了兩顆LED燈膽 另外就駁著一個電池盒 這個電池盒是8元 兩顆LED 一元左右 用兩顆3A電 這樣就開得著 如果你懶惰的話 你其實就這樣拿著 可以拿出去 不過呢 我喜歡拿一支 竹子穿著它 這樣就有好感覺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一些製作流程的紀錄 剛剛做好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栗寶寶的頭 裡面有一個白色的球 那那個呢 是什麼來的呢 為什麼要放下去呢 其實那個是一個 乒乓球 以前呢 Eric就這樣擺 兩顆LED燈膽 在燈籠裡面 但 開燈之後 發覺燈籠裡面 就見到一兩個燈泡 這樣就不漂亮了 這個效果 之後呢我就試一下 不如放一個冰冰波 放完冰冰波 下去呢 燈籠漂亮了很多 因為那個冰冰波 令到 LED的光 柔和了 好像加了一個燈罩 在燈籠裡面 那樣 做了出來 大家都見到 真的好了 這個秘密 是追我這個台 才知道 獨門秘方 至於 那些紙紙 紙紙在外面買 其實買不到這些顏色 我最主要都是買白色的紙紙 然後拿回家 染顏色上去 白色就夠了 你不需要買這麼多顏色 回到去就用廣告彩 加少許水 然後就淋在紙紙上 最主要的頭 就是用啡色 加少許黑色 隻腳呢 就啡色 加多多黑色 這樣就做到了 做了出來 就是這個效果 就是這個效果 是不是看不到 LED的兩個燈籃在裡面 你整個身都是發光的 感覺上 那麗寶寶後面那條竹 我就用來吊著燈籠 如果你覺得沒有需要 就拿著電池盒 它都不會難的 電池其實都很堅固的 哎 哎 看完了 其實大家是否覺得 做燈籠都很簡單 難你們不到 大家這麽聰明 個個聰明仔醒目女 怎會難到你們呢 大家幾個朋友仔 找一年中秋節 一人做一隻 你做馬里奧魚 他又做馬里奧龜 他又做 奇諾比奧 整班人又走出來 又開心心地過一個 快樂的中秋節 對嗎 最後買一下廣告 其實我今年呢 除了做律寶寶之外 我還做了兩個燈籠 第一個就是 Peppa Pig 原來呢 Peppa Pig 好受那些幼稚園小朋友 歡迎 另外有隻燈籠 中秋節之前 做不到 出不到街 給大家看一下 你猜一下 猜一下 猜中 沒有獎的 節目呢 到這裏為止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創作 繼續支持我 給我一個Like 如果喜歡其他TOPICS 請訂閱我 那今天就到這裏 就是這樣 拜拜 請訂閱我 按讚 2 4 3 4 5 5 6 5 6 6